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東北角的新科立委賴居 歡迎來到MoreChange 日時少在講話時 憲慮少ocre事件 經過勒軟來聽到大家的意見 我想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差別 因為不同的角色 大家賦予你不同的要求 然後作為政治人物 大家就是要求你不能避開溝通 那可是過去我當助理的身份 讓我沒有這個習慣 那我必須要重新去適應這件事情 我今天覺得我剛剛說得很爽 但是我發市面問說 我諮詢好棒在看起來很中二 我跟我說我長得很爽 這是我心裡的我跟他 我跟他主動跟他一樣的 對他昨天就有來講的諮詢 然後我也說 對這種我們現在這樣子直接發可能有點中二 但我們可以迂迴的去表達 諮詢好棒好爽 我說那你就把這一段就是 錄影截下來 然後放在網路上 讓大家看一下你的諮詢 也可以達到你的效果 所以我們聊天的內容是如何發廢物 開…開啦 這好…好官方喔 你會每天都切瓶 切瓶啊 做這個看你最主 獨立 獨立 嗯 我說的… 我說的不是人格的獨立啦 我是說… OK…不是我不是說你人格不獨立 然後越講越不對 我說的是… 滿…滿好的 你…就是很明顯就是主權獨立就是你的… 你的砍棒啊 對啊 時尚 你知道他昨天穿工作服耶 然後還有就是記者同仁還很認真的 我哪裡買的 我沒想到我看過他穿兩件一樣的衣服 就是…算記得先穿明日香啊 然後來拍HIGHB的時候穿一個…月光仙子啊 剛剛穿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 Fashion應該是你的 做事還不是用你的辛苦片 世代的融合耶 為什麼我的回答都好像很震驚怎麼辦 我覺得這就是柏惟 比我更好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我在 就是世代的融合中好像還是… 還有很多可以再加強的空間 但我覺得這部分柏惟做得比我好 很堅毅 不關心酸滴的貴點 其實你前幾天 在那裡頭的時代的文章 我都看過他的一些故事 包括他的酸枯也很快樂 我覺得第三個是… 用… 用… 喂… 喂… 我覺得一體兩面 因為我剛剛都說勇氣 我覺得像他這樣的局 就是無論結果是什麼 其實光是參選 然後紮紮實實漂漂亮亮去打這樣子 一場選戰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件很需要勇氣的事情 對 然後我很配… 對 我都會直接開他是水餃的玩笑耶 對 對 就是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 可是我覺得 你看起來越來越像水餃 我大概都會… 一直開這個玩笑 幾個年輕人啦 包括我們兩個 包括威嚨 對 我跟他比起來 我應該像老花 那但是… 沒有你比他小 糟糕 這樣有沒有得罪人 有啦 我過年還有給他新年快樂 對對對 新年快樂 一切加州嘛 再來加玩這個… 心情 有那時候就想說 阿你可以跟著不說 可以跟獅子佬講啊 如果是獅子佬講 指露講就變別人的獅子佬 所以很多信書 沒 COMMENT 沒有worker, CHARBy 誰人那些心情 其實… 錨是好像年那些 å internally 期間 會加玩心情 我絕對不是一個很典型的政治人物 因為我也很清楚說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像 我就像我們這樣子的人就是 啊反正 我不知道博物的狀況啦 但我覺得我也沒有什麼好失去的 反正就是 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對 所以就變成說 你應該更適合講這句話 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對 變成就是說 那時候選舉我就覺得說 我做任何 做任何 我認為我該做 我能做的事情 然後 該做的不要拉掉 那剩下 最後結果到底怎麼樣 不是我可以決定的 是選民可以決定的 所以 就是這樣子 我就做所有我能該做的事情 我們就自由奔放嘛 就是你想cosplay就cosplay 你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 然後 我覺得就是 以這樣子的樣貌 來當選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也可以像 其他跟我一樣的人 傳遞一個訊息 就是說 像我們這種人 過去不被 可以認為 可以當一個 地線的政治任務的人 現在已經可以做到這件事情了 日前 勇氣 夢想 可以讓 世間所未困難 當然 技術上 科學上 或是說什麼 要征服宇宙 可能講是 不會那麼簡單 但是 如果 日前 勇氣 夢想 我想 不可能 聽鬼來看 就是不可能 所以 在選舉的過程 就是希望人 可以跟人家說 有的時候 當然 理會也很重要 但是 你願意平衡的時候 你願意平衡的時候 全世界都會幫忙 我想 我把這家的傳遞動作 一天而已來打 結果還不錯 希望可以讓大家 這個勇氣 來調整困難的問題 創意來說 整個行政的過程 我想很多小孩 小孩開始生手機 努力品牌 他們接受到信息 以及他們了解新聞的良意 來處理科技的東西 都和過去那一代的 工作模式都不一樣 所以 都完文化 創意 速度 一行力 以及人口 頂頂這些東西 都是新世代 要來 扮演到 一個國家 主力的 一個角色 對 對 政治人物或政治人物 人才上面有年齡層的斷層 那造成說我覺得 比較新的一代的聲音 是沒有辦法 在我們的政治體制裡面 被妥善的表達 或是說代言 有多久沒有 沒有很年輕的立委 對啊 其實立法院年輕的委員 真的真的是很少 那我這樣講下去很危險 就是怎樣叫年輕的委員 我們 好啦 不然我們就用一個 聯合國的定義 35歲以下的委員好了 這樣你也在裡面喔 你也是年輕委員 我覺得年輕人的聲音 真的在這個代議體制 尤其是 越到中央的層級 真的越少 因為越到中央的層級 越難選上 就是 長年都是缺席的 那這樣 並不是一個 很健康的狀況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主張 我們有自己的困境 我們 畢業之後就業的環境 跟當年完全不一樣 所以 必須要有人能夠 為我們這個群體發聲 我覺得這是真的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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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